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让炮火压制 把所有的炮都给我掉下来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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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问正经名船 十里正经不到船 二十里 二十里正经不到山神里 正经不到船 我要你脑袋 你 你 打的什么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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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正是因为我们拼死阻击 才让企业军的主力部队 在南越地区胜利挺近 广东会出现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他们一定会站住脚跟的 我们打完今天的速记站 也会赶上去跟他们会合 大家 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 王伟员 这么早就起来了 您是一宿没睡吧 您是不是在想打长沙的事啊 敌众我寡 力量悬殊 一千五百人怎么打长沙 我是在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南昌起义的部队 京至广东的一个叫三河霸的地方 兵分两路 你在黄埔学过军事 你来说说现在分兵是件好事吗 那也要看具体的情况 如果为了摆脱追击的敌军 我们迫不得已 会是选择兵分两路 我总觉得不好 队伍在人数上 已经居于劣势了 怎么还敢分兵呢 在敌枪我弱的状态之下 现在分兵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主张 这就好比五根手指 算成一个拳头 才能往外打 如果把拳头分开 握不成拳 怎么打敌的 怎么打敌 弄同我 这就是 这就是 第一一个 有弟兄们登上东岸了 继续开炮 炮火不要停 放 吴远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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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吴远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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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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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大山 譬如 井岡山 同志們 我們現在 就像是一塊小石頭 蔣介石的部隊 就像是一口大水缸 只要我們 萬眾一心齊心齊齊力 我們這塊小石頭 就一定可以砸爛 他那口大水缸 衣服找來了 何隆同志 快把衣服換上吧 大家都換好了就等你了 我不換 何隆同志 何隆同志 聽恩來一句 換上吧 為什麼要穿上變裝轉衣 我不換 我何隆 從穿上這身軍裝 就沒想過要偷 我可以對不起天 對不起弟 對不起父母 甚至可以對不起這把槍 可我 不能對不起這身軍裝了 何隆同志 可現在這個時候 何隆同志 你今日脫下軍裝 是為了日後重新穿上軍裝 這個道理 你應該是懂得的 何隆同志 我沒有讀過多少書 可有一句話 我記住了 那就是 丈夫立志 如山有根 不可疑也 我這身容裝 就是我的丈夫之智 人憑衣裝 佛憑精裝 好佛 不也就靠一身黃皮嗎 何隆同志的丈夫之智 恩來素來其美 只是不知 只是不知 你所言之丈夫 是大丈夫 還是小丈夫 當然是大丈夫了 恩來也有一句話 大丈夫 能屈能伸 我當時 蛇腿一次皮吧 好 何隆同志 你不是蛇腿皮 你是龍腿皮啊 一條好龍 是不怕腿皮換甲的 何隆同志 你才入黨幾天的新黨員 我賀龍這輩子 更定共產黨了 我回鄉洛西去 我腿皮換甲 我重新拉出一支隊伍來 我就不叫賀龍 你居 不是 那隻大勇 住口 住口 第三個 石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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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9月22日 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 吐槽国民党朱培德部 特务营和保安团伏击 损失惨重 昔鲁 中国有句古话 叫死要全世 石头大陌用一条碧码 交汇了我们的设计 现在这条碧码没了 侯远不会让他攻凶而去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 竹德陈毅率领南昌集军渔布 在激战三河坝之后 辗转进入江西 一无攻击 二无援兵 处境十分艰险 竹德陈毅长 我该怎么办啊 朱军长 敌律的弟兄越来越多了 大多都走了 我们离开三河坝的时候 还有两千多弟兄 朱军长 你看看 现在还有多少人 朱军长 你说几句吧 现在对我的思想 比较混乱 好 同志们 来 都过来 都过来 兄弟们 靠拥 靠拥一点 同志们 大家都想知道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那我现在就说 下一步 我们打游击 打游击 对 打游击 为什么我会说 我们可以打游击呢 因为江西一带 在大革命时期 有着深厚的农民有基础 我们的部队 可以跟农民一路结合去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先站住墙 只要我们和当地的民众 结合得好 我们就能站稳脚跟 同志们 中军党说得好啊 是 如果我们争得了 广东区北领导的同意 我们这支部队 就可以去找 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 两支部队会合了 那我们的力量 就更大了 同志们 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 我们的南昌起义 也失利了 但是我想请同志们 看清革命的道路 1927年的中国革命 就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 1905年俄国革命失利了 但是革命者们 并没有退去 他们在反动统治者的镇压下 奋起战斗 终于在1917年 把大革命干成了 我们中国 也一定会有胜利的1917年 我们一定要等到胜利的那一刻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走 前边有堵的 后边有追的 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家 但是 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家 天凉了 大家还都穿着八月份发给你们的单衣 每天晚上都冻得瑟瑟发抖 看了这些 我的心里很不失策 我也知道 你们的爹娘 你们的妻儿老小都在家里 眼巴巴地等着你们回去 但是 为了解救全天下的劳苦大众 我们必须要占助到你 革命是坚固的 革命也会有牺牲 有些同志不适应 这是难免的 革命也会有牺牲 有些同志不适应 这是难免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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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好样子 大家都看到了 自从三合霸主席战以后 我们这支队伍已经脱胎换国 我们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要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大会 这意味着从此刻起 我们就是中国农民 和中国工人的子弟兵 我们要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干 同志们 摆在我们起义部队面前的问题 严重得很大 我们目前军队疲惫 士气涣散 伤枉惨重 三天前 我们还有一千五百多人的部队 可现在呢 还不到一千人 甚至我还听到有的战士 窃窃私语 不相议论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 这是想当逃兵啊 就在几天前 在东元大会上 我们的战士高呼口号 打倒军阀 革命到底 可是在很多的战士心里 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他们不知道 我们为谁扛架 为谁而战 我们为什么要牺牲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那么 我们革命军的军心 就难以鼓鼓 我们也无法承担 长期抵抗的任务 那么统治们 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向战士们宣传我们的思想 我知道了 黄伯爷 我们每个团 都成立一支宣讲队 不是每个团 而是每个人 也不是宣讲队 而是中国共产党党支部 支部 什么支部 关于这个问题 我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啊 我建议 我们在永新 将部队 好好地整编一番 整编 我们要建立一支 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实现这个目的之前 我们首先要整编组织 将全师 缩编每一个团 这个团 下下两个营 七个联队 另外设立军官队和卫生队 这样好啊 定位 对于我们军队当中 左右摇摆的人 实行自愿的原则 想留下的可以留下 想走的可以走 我们发给路费 啥 还发路费 毛伟爷 你怎么鼓励他们走嘛 怎么发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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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大多数人 他们对于蒋介石 汪精卫 叛变革命 恨之入骨 愿意跟随我们 中国共产党 革命到底 但总有一小部分的人 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未来 看不到革命的希望 左右摇摆 思想不坚定 这种人留在部队里面 毫无用处啊 他们想要离开 发给他们路费 还要开一张证明信 允许他们离队 并且希望他们回到元旗 能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将来愿意回来了 还可以再回来吗 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觉得毛委员的想法 非常妥当啊 这样做 我们的军队就更纯粹了 这兵也就更好带了呀 对啊 是 夫人同志 夫人同志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了 你去统计一下 想要离开的战士们有多少 好啊 这事我来做 我这个人哪 不仅会抬轿子 我还会刮沙 挤农包呢 只要是 不仅会抬轨 就来说 因为他将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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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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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我都不会这么想 打死我都不会 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走 放苺 放棉 放斗 平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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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虽然人口不足两千 蝉姑布满万代 然而地势险调 风气云涌啊 进一宫 退一手 实在是卧虎藏龙之地啊 总经往后蒋介石心中的那块石头 就将是这股山 好山啊 想我诸德这四十年 就是这样爬山爬过来的 不过 就算山路再崎岖 只要打好绑腿 一步一步走 终会走通他的 御杰兄这番话 说到我心坎里了 我就知道 你我同心 我们两支部队 今天合编成一支部队 这是个意义非凡的大事 仁智 我有个建议 御杰兄 但说无法 两支部队河边以后 应该重新起个番号 就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第四军 在北华战争中 公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是铁军 打过听司乔战役 打过贺胜乔战役 直到把其插到武昌城头 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叶挺独立团 就是第四军中最硬的铁拳头 说得好 那就按照你的建议 在井冈山的这支部队 就称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好 军长就是你朱德 那第四军的党代表 必须是你 好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只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 只要仅仅依靠人民群众 我们就能从胜利 走向更大的胜利 认识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一定 一定 再过二十八年 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再过二十八年 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 中国之农民都有地中 中国四万万同胞 人人皆是国家之处人 这些人都给大家看见 很多品牌 都给大家看见 好 这个工夫 我希望你能够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铭记你活的珍求 你在历史的大河上行舟 深舟一万都搜 把中国光明护旧 让中华兄弟在雨中 沧海横流 未也千秋 你的名字 容祝民宗 被动 把中国光明护旧 让中华兄弟在雨中 沧海横流 未也千秋 你的名字 容祝民宗 被动 把中国光明护旧 也蝕海